大家好,我是五仔,歡迎那麼多在瘴粉全面進場 我們今天講GG演唱會 唉,被人評擊了,真是看到的 唉,真是,怎麼會選擇那首歌的?姜濤啊 有人說唱衰了姜濤,這首歌 你怎麼看?請大家給我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又會說一下,閻明熙演唱會有什麼好看啊 嗯,姜濤那首歌呢 他選了唱D My Friend 就唱到哭的 就搞到有些人在網上就說他唱得不好的 好不好呢?你問我,我很客觀的 我不會因為很喜歡閻明熙唱歌而去盲撐的 我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們先研究一下 有些人可能沒有聽,有人知道 昨天閻明熙的演唱會是延期的 保留張飛 本來一開始都想著,小九如果在6點下降了3號 閻明熙9點見大家 真的實在太輕視了 小九變了惡狗 我現在錄音的時候是9號封球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10號了 這個就沒辦法了,但起碼先聽到一場 不要緊啦,遲早都會補回 其實還有新鮮感 因為通常這樣做一做 明天又差不多 但之後怎樣呢? 其實我覺得無線這裏就虧了 為什麼呢? 他接下來的舞台可能要再踢過也沒頂 正常當然不想延遲的 你那些舞台,舞台各樣 你都說要付錢人 no show你都準備各樣 尤其是舞台拆了又要裝回 那裏有很多錢的 那裏真的... 好啦,先說一下嚴明熙的有什麼看 唉,當然好 閃爆燈群出場,大蘇完美唱功 完美唱功啊? 都挺完美的 事實上唱功 唱功也沒有完美的 不過藝術可能應該這樣說 就是一流的唱功 一流的,我覺得就完美 因為藝術,唱歌那些自己知道 唱歌是缺陷美 你沒有說十全十美 就是每一次 什麼時候唱歌最好 我們那時候很懂得回答這些問題 讀演藝的人怎麼說 下一首歌 是呀 不斷回答的 真是藝術家 藝術是缺陷美 沒有說完美的 沒有說十全十美的 這次唱歌 這次唱歌 姜濤那一首歌 好像又有一點點滴滴 是不是呢? 我很客觀的 但我真的 真的不一定讚的 先跟大家說明 我怎麼看呢? 我覺得這首歌的關鍵 不應該這樣降 最好聽的是那個版本 古具機的版本 一定不是姜濤那版本 開始覺得 咦? 為什麼現在的歌不好聽呢? 然後發覺都不是 都不是人的問題 我第一次聽到古具機唱 原來這首歌很好聽 當然有人說 你們喜歡的老餅東西 古舊的唱腔 你很像馬近 音樂哪有 你幾年了? 古具機 二百多年前的人 唱中世紀歌劇嗎? 你猜嗎? 又是流行曲 你也傻啊傻啊 有些人在盲撐 是不好聽就不好聽 這是事實 老實說 我們那時候懂得唱歌的研究 別說踩不踩 這個自己聽到自己 自己去衡量 我說姜濤 他那個唱功唱 Dear my friend 練 練 是那個 Demo都不行 Demo都不行 當然有人說 怎麼搞錯 這樣說 真的 是啊 為什麼呢 你扔帽 你要唱到那些 要有那些位置 要有響的位置 你唱給別人聽 他整首歌都沒有東西 唱出來好像 當然你說 他那個Friend也感動 唱給自己的Friend 就是這樣 已經盡力了 我知道盡力了 但始終你唱歌是天分 嚴明熊 我相信 嚴明熊 他很喜歡這首歌 我相信 會不會是市場 會不會是公司要他唱這首歌 我想也未必 如果他唱到哭了 如果公司要他唱這首歌 又唱到哭了 他又可以 很有心計 但我又覺得他不是 他真的喜歡這首歌 但他的歌曲的旋律和歌詞寫得好 但那個Key不適合女生唱 唱得不 因為你 猪肉在前 阿古的Key唱得這麼好 阿古的Key唱得這麼好 阿古的Key唱得很好 那Key唱到 這些叫做 先入為主 你不會說 除非 真的很厲害 除非很厲害 你問我 我覺得 蘇韻康唱喜帖街 我也覺得沒有 謝安琪這麼好聽 先入為主 就算張國榮唱 燕之扣的Key都是不適合 沉了 都沒有阿妹姐唱得這麼好聽 這是我覺得 當然是覺得阿Gigi是最好的 但我異哥論過 我覺得Key不適合他唱 這首歌唱男仔Key比較好聽 當然有人來抨擊 但以Marketing來說 有多成功 因為其實是這樣的 你喜歡ViuTV 你喜歡那班兒子 你又未必會 走去關注燕明熙 如果這個是Marketing的話 哇 燕明熙唱到什麼 你就是批評他這樣那樣 當然不是說他特地唱得不好 如果是這樣 如果他唱了這首歌 然後 其實他也想唱好 內河那首歌不適合這個Key 喂 都真的多了人去關注他 多了很多人去關注他 哇 那班人 那些姜糖會找他 怎麼搞的 唱得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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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姜濤這首歌 這樣 但有沒有人說 有沒有人說是阿古巨基唱好了這首歌 嚴明熙這次 他不夠經驗 可能會不會唱 那首歌更加姜濤 蒙著嘴雪愛你 會更加什麼 那首歌還留給小肥 我每次都聽過姜濤的歌 其實姜濤的歌 其實姜濤的歌都不是這麼差 聽別人唱的時候 我聽過小肥唱的那首歌 聽過小肥唱的那首歌 那首歌 這首歌就鼓勵他 但他唱這個DMF 他說要唱給自己聽 唱到淚崩 他說曾經 為了送給曾經的自己 和愛惜自己的朋友 最後還哭了 原來之前星夢傳奇2的冠軍 已經有唱Ian那首瓶樂 瓶樂這首歌很有意思 說瓶如最後一份溫柔 連Gigi也唱鏡仔的歌 那是不是香港樂壇一家親 又不是 你會不會聽到鏡仔去唱《真話的清高》 其實姜濤這首歌 其實姜濤這首歌 唱到連尹光都唱一份 每個人都有份 每個人都唱一下 這是市場 多人關注了賢明熙 我覺得 另外大支 大支子 走來做嘉賓 他唱別人的歌 梁詠琦那首歌 就不得了了 他很喜歡唱梁詠琦的歌 這首歌 之前我說很棒 那首歌是否短髮 那首歌也唱得很好 非常好 還有那個男生是Felix 我記得英文名 這次 合唱我喜歡 還有唱today 我喜歡 我喜歡是一首歌 我喜歡梁詠琦和賢明熙合唱 之前好像在內地 賢明熙已經有唱過 穿得很蠻綠色 然後就在表演 他說 大支子 小支子 說他唱功是厲害的 很厲害的 他出道兩年多的歌手 可以開自己的個人演唱會 他說 剛才在後台用耳機聽你唱歌 他說很好聽 我很享受 由開場一路聽 他真的覺得很值得我們去支持 這個人 真的 連梁詠琦都這樣說 雖然梁詠琦 梁詠琦其實挺耐心的 梁詠琦的樣子沒有怎麼走樣的 是啊 我小時候都很喜歡梁詠琦 他沒有變的 是我自己變了心 不知道為什麼 什麼時候開始 不知道 我喜歡看他小時候 初戀無限touch的時候 假裝害羞 但是自從看梁詠琦 做哩哩哩 傻一傻 就已經開始 對這個人沒有了幻想 不知道為什麼 對 真的會這樣 我以前喜歡看他 好像扮演鵪鵪 那樣 《少年島神》 那時候 扮演得好像很溫柔 原來他瘋了 還可以的 另外 嚴明熙又很努力去練舞 又唱四首歌MIDI MIDI即是把歌曲串在一起 有李文的歌 《刀碼彈》 Gigi跳舞生硬的 被人說了兩天 其實都是那天的事情 因為開了一次 另外繼續做G深批的節目 G深批 讀粉絲的信 在台上也有 提到很喜歡收到粉絲的親筆信 每封信都用心閱讀收藏 現在可能科技發達了 大家習慣了用手機發信息 可能會忽略手寫信 英國這兩年 由出道到現在 大家看著他成長 他的粉絲就送了一些信給他 全部都看過了 收收賣賣 有五個月餅罐 每個都可以裝 大約百多封信 大家可以盡情送給我 他一封封地看 報紙形容他是無厘的 嚴明熙 每封信都會好好收藏 有可能因為家裡太多信 而流到街頭 Gigi隨即更在螢幕上大小 印象最深刻的陳筆信 非常疼愛粉絲 看得出那些粉絲都很小 而且很有心機 用顏色筆 每一隻字都很不同 顏色送給賢明熙 又畫一幅畫給他 有人說他的衣服又好看 有人說那些衣服是時裝災難 看看你喜不喜歡他 我自己覺得他的身材這麼高挑 穿衣服好看 但有人說是時裝災難 神經病 有些人都會唸口 神經病 人家穿的衣服 不是街頭服飾 就是人家時裝災難 神經病 是舞台衣服 哪一片時裝災難 豬片要閃就當然了 上面閃亮亮 下面才能看到 另外我覺得紅色的那件很漂亮 而且有個粉絲專門跟我說他打的側手分很厲害 有人說辛苦了那個男的舞蹈藝員 那個動作沒什麼的 那個動作也要夠大膽也要練 當然男的比較用多少少力 那些其實很多人都要練一下 如果做動作那些類似船指那些 練動作那些類似船指那些都有這一下 另外整個演唱會都以火星為主題 大螢幕設計也很有心思 這樣沒有了一天 接著又要拆 那就弄到破費 成本那裡又縮了 真可憐 小圈不是開玩笑的 這是大風來的 都給你們看了 頭淡湯 有期待更開心 本身你們已經開心完了 接下來還有一看 真棒 那天沒有一看不要緊 遲些再補回 希望他繼續在樂壇上發光發亮 是他的 不是他還有誰 娛樂圈 好像我說的林詠彤也說 我唱歌那些留給閻明熙 這些 我不知道我覺得他做網紅會比較好 林詠彤那些 閻明熙 真的為香港爭光 這些歌手 因為你始終外國也不是很多唱到他這樣的程度 外國那些都是一味靠響的 對了 接下來 我們再報道 多謝你的資源粉聽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